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我们会由大学站出发,经过大埔,转入大尾督 最后的终点站就是上水 大学铁路站外面有个单车站,可以租单车,非常方便 通过了天条和隧道,就会到达马尿水海滨 由于时间上早,太阳刚刚才由马鞍山后面升上来 向着这边继续踩,很快就会到达另外一个海滨,白石角海滨长落 在这里见到两个相连的大岛序,三门仔新村和马士州就在那边了 白石角海滨长廊对面就是科学园,原来有人工湖,并且种满绿树 拍摄一下照片,坐下喝杯东西,确是不错的选择 吐露港公路旁边的单车站,临海而建,算是视野最广阔的单车站之一 大约十分钟之后,就会见到大部铁路码头 码头正正对着对面的大部海滨公园和回归塔 接着我们就由这里踩入大尾督,路程大概十公里左右 只要注意以下这几个路口的方向就没什么大问题 而且这里的路牌指示都算是清晰的 大尾督因为在大部区东部的边随,在八仙岭龙墨的末端 所以有大尾督之称 尾和督在粤语都是最后的意思 但有人就觉得尾和督的意义不强 继而就雅化了这三个的俗城地名 即是大尾督,大尾督和大尾督的 最后在2007年,地政总署就因应当地村民的要求 刊登香港宪布正式将地名更名为大尾督 证明之后,大部份的路牌,指示牌,车站牌,地点的名牌和地图都统一写作大尾督 所以都不难发现有修改的痕迹 沿着丁角路去到龙尾邨 终于见到几间单车店 那我们就即将转入大尾督码头 这里有两间士多出租水上单车和小艇 时间上早,未开门 大尾督之所以禁受游人欢迎 除了可以钓鱼,踩单车,蛙船,烧野食,放风筝 当然要加上它得天独厚的景观 。 可用到所谓的路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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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碼頭旁邊有另一間艇家 這裡有價錢牌可以參考一下 旁邊的燒烤場就暫時收了路 再踏入少少見到直升機停機坪之後 就到了大尾督水壩 左面就是船灣探水壺 原是全球首過海中興建的水庫 亦都是香港面積最大的水塘 不過容量最大就是萬宜水壺 而右邊就是大海清晰見到剛才提及到的馬史舟 打算停一停拍照 大批昆蟲蜂蜂而至 剛好吻怕水都用完 下次都是準備充足好些 繼續去到水壩盡頭 欣賞一下這裡的湖光山色 有一個穿著橙色衣服的阿伯 打著倒掛 真心覺得厲害 不過好像有點危險 由這裡的盡頭 看回八仙嶺和船灣郊野公園 在離開這裡之前 再看一次兩岸的景 去回剛才單車補頭 對面有角色茶座 這間由外國人主理的純素麵包 採用天然酵母 食落充滿質感 非常值得推薦 原來老闆還喜歡聽搖滾樂 沿路踩回到大埔途中 在這裡就清楚一點 看到池山寺和青銅觀音 由於時間的關係 留待下次再去看看 踩到圓線路 路口左轉可以通往回歸塔 和大埔海濱公園 我們就右轉沿著臨川河 向粉嶺上水進發 紅色地面的單車徑為主幹線 是來往區與區之間的路 過了對面消防局之後 找回紅色路就可以了 踩踩一下就來到梅樹坑 有一條眨眼看下 有點日本感覺的橋 走過去橋上看看都不錯 在這裡附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探索一下 繼續行程 只要留意以下特別的彎位 就可以很輕鬆去到下一個打卡位 大水管 踩到這條天橋過對面 又可以連接著單車的主要降道 之後再有第二條天橋出現 一路經過都是見到耕地和花牆 去到上水翠麗花園的巴士站之後 見到旁邊會有一條隧道 轉落隧道之後轉左就對了 即時傷 aliens 道面 الإ鈔 轉裙鎖匆,就會見到extra- pom-2 路過保石湖路與彩原路 很快就會見到上水救湖站 看見右邊有個涼亭 終於到達雙魚河休氣柱上面的橋 這邊可以望向雙魚河 而另一個方向就是吳銅河 直望在另一條橋的旁邊就是現在要去的大水館 來到大東北必然都會有牛的存在 大水館的位置其實就是在上水站和羅湖站之間 在這裡的水館建於地面的部分比較多 接駁位中環交錯 就算平日都不少人來這裡拍照打卡 接駁位中環交錯 參觀完大水館之後 有時間可以去到對面的羅太豆腐花 以往會有豆腐花放題 但因為疫情 現在就逐款賣了 今日的行程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請你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 多謝大家支持